你喜欢和美国民众共同 下周再来感谢 宏道潮州志工站快乐不老剧团成员们 演着爱情诈骗戏码 剧中人物以甜言命运及温馨关怀举动 又拐长辈加入不明投资群组 意图将退休金骗到手 宏道潮州志工站 期望以这熟悉的诈骗话术 提醒民众不要上当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 就是比如说知识防诈骗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可是在当下就会有迷思 宏道很用心 就在这个区块帮助老人 认知上然后照顾上什么的 都是尽心尽力的 我觉得受益良多 我就以这些比较 平常我们比较容易在我们身边 我们这普通老百姓 比较容易被炸的那个一些案例下去编 让长辈在演的当中也可以熟悉 诈骗有哪些方式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样 然后到社区去做一个互动 然后让社区的长辈也可以知道 担任脚本编剧的副站长 洪碧玲表示防诈宣导若以口述方式呈现 效果有限 倒不如以戏剧行事 将真实诈骗案例如实呈现在观众面前加深印象 而许多长辈也因为参与演出 强化自我防诈观念 并且在演戏的过程里提升自信心 经过不断练习练习 他们那个看到别人这样演 他们也想说我应该可以 然后也都敢上台 本来不要参加的 现在也都敢上台 经过这个戏剧的表演以后 因为戏剧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都可以很开很放松的 展现自己的肢体动作什么的 然后他们现在都变得很有知情 这次参与诈骗的演出 是希望很多民众或是长辈在家里 不小心电话来了 被一些诈骗的一个那个恋爱 或是说被上当 这次防止他们这样的上那个诈骗的手法 实际的那种话剧去演出 大家看的比较投入 而且比较明细 你叫清楚 红道潮州志工站 从不老乐团转型成为剧团 开发了成员们的演戏天赋 展现更鲜明的人格特质 红道潮州志工站 也期望以不同的形式 走进社区与长辈互动 带给民众更精彩丰富的表演与体验 记者是新亭阳正义采访报导